你的肝炎自己救 所以现在有自体血清 眼药免疫疗法 这是什么 他就是请病人 就是当你 那个人工累移都不行了 我们就请病人 去抽血 那抽血之后呢 他会抽出来的血 就大概类似这样子 大概是这个样子 这是病人的血 就是像刚刚那个女孩子的血 然后他就 我们会去请他去 到检验科 他会去离心 离心之后呢 我们只取他上层 因为下面的红血球就不要了 我们只取上面的血清 那血清完之后 就是这一瓶 那这一瓶之后 我们还会加一些 人工累移 把它稀释掉 大概是1比5 然后我们就拿这个来点 就直接点眼睛了 所以就是这个 自体血清免疫疗 来等于是眼药水 对 它的优点在于哪里呢 就是 因为我们演 我们的人工累移里面 它缺乏很多保护的因子 那可是呢 我们知道我们血液里面 非常的多 那我们 比方说一些 抗免疫方面的因子 对 或是抗菌的 全部都在这里面 一般来说 不管你的皮破的有多大 那基本上 按照我们经验 大概一个礼拜 应该就OK了 这个是肝炎 我是光文英 请到聚焦2.0YouTube频道 进行订阅 同时到聚焦2.0FB点赞